如果给下饭菜做个排名 这道剁脚滑肉至少是前三 肉片出锅滑嫩不柴 好吃开胃 特别是用它的汤汁来泡饭 至少的宣个三大碗 做这道菜 熟选猪前腿肉或美花肉 将肥肉和瘦肉分开 都切成小一点的薄片 切好的瘦肉加盐和少量的葱姜水 用你的左手抓捏个一分钟 让肉片充分吃进这个葱姜水 再加一层淀粉锁住水分 抓匀成这样滑滑嫩嫩的才好吃 然后先将肥肉下锅炒出油 加姜蒜末可以小把黑豆豉提起泡出香味 再来一勺胡乱的红剁椒 将剁椒的酸辣香味炒出来 然后倒入一碗热水 调味着生抽和一点胡椒粉 开大火煮个两三分钟 煮出这些料头的香味 然后将麻好味的瘦肉分散下锅 继续开中火焖个两分钟 将瘦肉焖熟 最后加一把青蒜苗 随便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剁椒滑肉 入口非常的滑嫩 而且酸辣香味十足 好吃又下饭 谢谢大家